大家好,我是小刚 我们村有一个10亩的大鱼塘 被一个卖鱼的大老板看中 花了6万元买下来 大家觉得这个10亩的大鱼塘能抓到多少鱼 花6万元买下这个10亩的大鱼塘 大家觉得里面的鱼能值6万元吗 到底有多少鱼呀 现在用50米的大网补第一网 不知道第一网能抓到多少鱼 这个鱼塘是这位老板打鼓眼买下的 大家觉得它能赚吗 我觉得应该还是能赚的 如果赚不到的话 这位老板也不会打鼓眼就出6万元 具体能赚多少 还得看第一网能抓到多少鱼 50米的大网得十几个人拉 这边有6个人 那边估计也有6、7个人才拉得动 看见没有 已经有鱼在跳水了 看见没有 看起来鱼不是很多 这个大网开始收网了 感觉网里面有很多鱼 特别多 有些鱼都跳上岸了 这个鱼有点多 好像拉不动了 现在不知道网被卡住了 还是什么回事 拉不动了 谢谢一下 第一网 我估计有几千斤鱼吧 到底有几千斤鱼 也说不准 还得把鱼 拉上岸浮出水面 才大概估计得到 到底有多少斤鱼 反正几千斤应该是有的 你看特别多 好像这个鲤鱼非常多 看见没有 大家看得清楚吗 大鲤鱼 看见没有 也不算多大吧 差不多 最大的有五斤左右 小的差不多有一斤多 反正都是一斤多 至五六斤的鱼吧 这些鲤鱼 其他的鱼 暂时看得不是很清楚 刚刚问了一下 拉我的老师傅 说这一网 大概五到五千斤鱼左右 由于这个鱼太多了 分三次抓 后面的 就等它在后面 先把全面 二十米的 这个往里面的鱼 赶在一起 先抓这一网 看起来还是这个鲤鱼非常多 鲤鱼可以卖到七块钱一斤 除了就是一些白莲花莲 四块和六块的 然后鲤鱼比较多的话 我们就这样估算一下 给它算六块钱一斤吧 五千斤的话 也就三万块钱 一网就能赚三万块 然后还有第二网 第三网 我觉得这位鱼老板 应该还是能赚个一两万块钱的 毕竟鱼塘里面的鱼应该还在多 大家觉得它是赚了吗 我觉得应该是赚了 亏本的生意现在谁做呀 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